好,接著我們來看Miner Arcana 小阿爾科納牌 那首先這個是聖杯牌組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高雅的金色高腳杯 那杯中剩滿的水 然後他也浮在一個水池子上面 非常豐盛的水元素 那原來在那個大牌標示編號的地方 他這邊放的是柏拉圖立方的正二十面體 代表水元素 以及在這個杯子的杯角上 他也有一個正二十面體的裝飾 那右下角這邊這個是福克牌花色 那聖杯所對應的就是紅心 那至於他的編號 這是在左下角這邊 所以他是Aes of Cops 聖杯儀 那後面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由同樣的這個集合圖形 所圍成的一個柵欄的樣子 那我找了很久就是關於這個圖騰的意義 後來呢作者告訴我說 這個圖騰其實就是受到那個 凱爾特神節的發想 那凱爾特神節我們最常看到就是 像一些三螺旋啊 或者是三個角的那種神節符號 我個人覺得他跟那個中國節有點像 不過就是形式上不太相同 那作者認為呢就是 北歐人啊或者是凱爾特這個民族啊 甚至於是維京人 這類的印歐人種 他們與大自然還有神靈的連結是很有關係的 特別呢是維京人他們是以航海啊 漁獵為生的喔 所以他把聖杯這個牌組 就跟這個凱爾特或者是北歐的民族做了連結喔 接下來呢是聖杯2 2 of Cops 那牌中呢除了兩支杯子之外呢 還有這個雙輪圈的這個結合 然後前方有兩枚戒指 那同樣我們在這個牌卡當中 可以看到大量的這個凱爾特結喔 這個桌墊呢也是凱爾特結所編織而成的 然後背後這個花紋呢 也都是凱爾特結 那存在之旅的小牌喔 是沒有人物在上面的喔 可是你要說他真的完全一點故事性都沒有嗎 倒也不至於喔 因為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代表的物品喔 所以呢我會覺得他還蠻就半偉特然後半馬賽的 好然後這個是3 of Cops聖杯3 好同樣是沒有人物 然後三個聖杯 這就是凱爾特神節 然後跟聖杯2比起來呢 他多了很多的這個看起來像是葡萄 好代表豐盛豐收的意思喔 聖杯3的確就是有這個意思在 好聖杯4 這裡有四支杯子 不過呢其中三支是比較暗淡沒有光線 然後最前面這個呢 它是有一個spotlight 聚光燈打上去的 那這是葡萄酒瓶 仔細看的話這後面三支杯子呢 裡頭都裝滿了酒 不過唯獨這個打著光線的杯子 它是空的 好那象徵一種空虛 而且寂寞的感覺喔 因為它好像沒有融入其他的杯子裡頭一樣 好接下來呢是聖杯5 好打翻了的葡萄酒杯 然後葡萄酒都流液了出來喔 然後這是一個英語的天氣 代表的就是聖杯5英語的心情 好再來是聖杯6 那這個聖杯6呢 有六支杯子 然後同樣這個也是作者 他藉由凱爾特神節所發想出來的一個圖騰 然後在這個南瓜上面也是一樣的圖騰 裡頭擺著燃燒的蠟燭 那南瓜呢在西方文化裡頭 它象徵是一個秋收的季節喔 那辛勤呢一整年呢到這個時候 終於有一個可以緩衝田徑的時光喔 好再來呢是聖杯7 7 of Cups 聖杯7呢它就看起來就是一個虛實的世界喔 許多的幻象看不清楚的事實 然後每個杯子呢 好像都燒著這種藍色的火焰喔 那這裡有一個死亡的意象 那背後這扇門呢 這裡有一個立體流氓型米爾卡巴喔 然後剛剛大牌當中的石獅子啊 也跑來這個地方 代表著我們的恐懼跟不安喔 那魔術師的這個魔術棒呢 在右上角這裡 左下這邊呢堆滿了一堆金幣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喔 你所看到的世界是真實的樣子 還是你自己內心的投射呢 好接著是8 of Cups聖杯8 那這像是在海邊的場景喔 不過這裡不是沙灘呢 是長滿了草的土地 然後有8指聖杯 他們好像骨盤一樣 一個一個的倒下了 那第一個倒下的杯子上面呢 有一隻蝴蝶 通常蝴蝶它代表是蛻變的意象 那杯子裡裝的是清水喔 我在想就是經過了聖杯期 還有前面那些裝的9個杯子喔 然後到了聖杯8 整個清醒的樣子 然後像過去呢 揮手道別 賣下一個嶄新的未來喔 再來是聖杯9 這個就很馬賽的感覺的喔 這9個杯子呢 它很整齊並且是對稱的排列子喔 然後5個在後面 然後4個在前面 那背後呢 這個有提到過就是 作者呢發想於凱爾特神節的一個圖騰喔 而且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圖騰呢 還有這種杯子的意象 那這個看起來呢 一共是6個高腳杯 好 最後呢 這個是 10 of cups 聖杯10 那我想喔 以那個 北歐神話的世界觀來看的話 這應該就是那個世界之書吧 底下呢 是有泉水的喔 那作者呢 把10個杯子藏在這個水流的背後喔 那智慧之樹底下這個泉水呢 它也是智慧之泉喔 奧丁就是喝了這個智慧之泉的水 所以獲得了一切的智慧喔 那10支杯子呢 非常整齊對稱的排列在這個畫面當中 好 接著我們來看宮廷牌 首先第一張這個是 它用的是 Nave of Cops Nave在牌卡裡頭喔 它就是類似 Jack那張牌喔 就是撲克牌裡頭的J 它是人物牌卡裡頭 當中最小的那一張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 也是北歐造型的少女 端著杯子 然後在聖水喔 好 再來是 Night of Cops 聖杯騎士 這個很明顯就是北歐人的造型喔 這個騎士手上拿的是一把斧頭 然後另一隻手端著水杯 背後是一片海喔 好 那還有這個北歐人 賴以為生的船隻 好 再來是 Queen of Cops 聖杯皇后 然後這個聖杯皇后呢 她是直接坐在船上的寶座 然後這個寶座的椅背呢 就是那六指杯子的圖騰 然後皇后端的水杯喔 那這個地毯呢 也是由凱爾特捷編織而成的 好 最後一張是 King of Cops 聖杯國王 那這就是非常典型的北歐人的造型 穿著喔 那國王頭上戴的這個頭飾呢 它也是凱爾特繩結喔 這邊還可以看到這個 三角的凱爾特繩結跟一個圈圈的符號 那它跟皇后一樣呢 是坐在船上的寶座喔 好接著我們來看的是 權杖牌組喔 那第一張這個很顯然呢 就是埃及文化 這個是古埃及文明 那圖中我們看到的這個呢 是 和魯斯喔 它就是一個 老鷹的頭 或者是 准頭的造型 那這個權杖呢 它稱為瓦斯權杖喔 它的特色就是 在權杖的上方這邊有一個 像狗 或者是狐狼的造型喔 就是那個阿努比斯 然後在底下的這個地方呢 有兩隻岔開的腳 那這個星座呢 它是 獵戶座 傳說中呢 就是 埃及人他們相信他們的祖先 就來自這個 獵戶座這裡的星星喔 並且他們在建造 埃及金字塔的時候 這三座基薩金字塔呢 他們正好就是正對著這個 獵戶座身上 腰帶的那三顆星星喔 好 來看 Two of Wands 那這邊呢 我們又看到了 不一樣的 法老權杖喔 那這個權杖也是蠻常見的 它是一對 這個我們叫它 彎鉤權杖 然後這個是連夾 原來他們是 就是農具 用來打裝用的 後來呢 就握在這個 法老的手裡喔 代表的就是 豐收的意思 那它跟 瓦斯權杖一樣 都是一個 低位的象征 好 接著呢 是權杖三 那這看起來呢 就像是 古埃及的壁畫喔 透過這個 前面三根權杖上面 燃燒的火呢 那個閃爍的光影 就是照著牆壁上的故事 那這看起來是 法老王 他就拿著 剛剛說的那個 彎鉤權杖 然後跟連夾喔 那這三個呢 看起來像是官員 他們正在向 法老王報告 那這邊呢 就是 平民百姓 他們在 耕作的樣子喔 你看這位農人呢 他就拿著 連夾跟彎鉤權杖 作為農具 然後在 施打的前方的牛喔 上面這個也是 埃及圖騰裡頭 非常有名的聖甲蟲 好 權杖四 好 這個也是 埃及的壁畫喔 那這看起來呢 比較像是一個 放著這個 法老王帽子的寶座喔 然後有四根 燃燒中的權杖 分別在四個角落喔 那在壁畫上面呢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加冕的故事喔 然後 人民 或者是官員呢 就在為這個 新上任的法老王 歡呼 再來呢 是 權杖五 這個權杖五 他在講的是 埃及神話裡頭呢 就是 是當夜晚的時候 太陽神 他去了哪裡呢 他其實就是到了地獄去喔 那在地獄的時候呢 會遇到一隻 非常巨大的馬的蛇喔 他叫阿佩普 或者是阿波菲斯 那這個太陽神呢 他架著這個太陽船 通過地府的時候 然後 這個阿波菲斯 他總是會出來阻擾他 那在一些故事當中呢 賽特 有著這個 胡狼頭的造型 他就幫這個太陽神呢 打敗了阿波菲斯喔 然後讓太陽神 可以順利的通過地府 然後得以在第二天呢 又從東邊升起 那這邊呢 有幾根拳杖喔 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瓦斯拳杖 然後跟彎勾拳杖 那還有幾根棍棒 這個瓶子上面呢 一邊是拉神之眼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阿波菲斯 這是巨蟒 那阿波菲斯的這個瓶子呢 他不僅火熄滅了 而且呢 也被這個棍棒打破了 象徵這個拉神的勝利喔 好 接著下一張是 拳杖六 Six of Wands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太陽神拉 那這個呢 是正義女神馬雅特喔 那中間呢 這位是法老王 他手上呢 拿著蓮夾跟彎勾拳杖 坐在寶座上 好像有一種 軍拳神獸的概念喔 那底下呢 有可能是 也許是共品啊 或者是 戰利品之類的 那童原也是有個 彎勾拳杖 然後跟蓮夾 那官員呢 站在這兩側 為法老恍呼喔 再來是 Seven of Wands 全杖七 這個太多故事了 我不確定這是哪一則喔 但是他看起來就像是 一位戰士 或者是 也是法老王 然後他帶著士兵呢 出征去打仗喔 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帽子的造型已經不太一樣了 那全杖五跟全杖七 都是一張衝突的牌卡喔 那全杖七呢 他是一場應戰 要靠著毅力與堅持來獲得勝利喔 好 接著是 全杖八 Eleforms 這個很像是要到一個 墓室喔 然後在這個 通往墓室的回廊上面呢 有一些 法老啊 或者是 神明的雕像喔 然後八根全杖整齊的 排列在兩邊 這個視覺上 就好像引導著我們到這個 神秘的墓穴裡頭喔 好 接著是 全杖九 Night of Wands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埃及文化裡頭 各式各樣的全杖喔 我們先前已經看過 這個是 蓮夾 彎勾全杖 然後還有這個是 瓦斯全杖 那中間的這個呢 它是 複合式的全杖喔 有很多元素集中在一起 那當中呢 最明顯的是這個 埃及的安卡十字架 那這個草紙上面呢 在講述的是一個小故事喔 這看起來呢 就是阿諾比斯 因為這前面有個 木乃伊的棺木喔 那傳說中呢 這個阿諾比斯 他是亡靈的守護者喔 他也會在人死後呢 做一個審判 把你的心臟 跟鴕鳥的羽毛 放在一起稱重喔 那底下這邊呢 有九個柱子喔 這九個柱子上面 又有不同的角色 我在講這個應該是 埃及的九柱神 就是九位最主要的神喔 然後在講述就是 法老死亡之後 你要好好地安葬他 然後守護他 等待了有一天呢 复活的時機喔 那這像是一個神殿 或者是已經荒廢的墓穴 這個門上面呢 這邊是星辰女神 或者是天空女神 跟大地之神的圖騰喔 然後中間這樣他們分開 這個是大氣之神書 然後這個安卡十字架的圓圈圈呢 他還正對著遠方的一顆星星喔 好接著我們來看 權杖史 10 of Wands 哇這完全是權杖大集合啊 那剛剛提到過了喔 就是埃及神話中呢 在人死後 安努比斯他會把人的心臟 跟鴕鳥羽毛一起秤重喔 那這個鴕鳥羽毛呢 他象徵的就是 正義女神瑪雅特喔 那他同時也是真理女神 那這裡集結了所有的權杖 甚至於是武器 棍棒之類的 那在這個曹子的故事中呢 正是講述著 人死後安努比斯的審判 那如果說你的心臟呢 是縱過於這個鴕鳥羽毛的話 表示你生前做了很多壞事喔 所以你就要被這個怪物吃掉 那如果說你的心臟呢 跟這個鴕鳥羽毛是等重的話 你就可以到地獄去喔 然後受到這個名神歐西里斯的保護 所以在埃及神話當中呢 地獄不是一個什麼可怕的 懲罰啊 受罪的地方喔 它反而是一個庇護所 讓你可以在裡頭呢 安心的等待著你復活的那一天喔 那背後這個金字塔 中間這個呢 就是有一道光芒 打下來喔 然後上面這一樣是 獵戶座的星座 這似乎在講述就是 一個法老的一生 然後到了這邊呢 他終於死亡 得以安息喔 然後這些權杖呢 是這位法老他所扛過的責任 以及負擔喔 好接下來我們看宮廷牌 這是Nave of Ones 權杖侍者喔 那在這個壁畫上面呢 這是名神歐西里斯喔 那這個是正義女神 兼真理女神馬雅特 然後侍者就如同信使一樣喔 在傳遞訊息的 那他手上拿的這個呢 是彎勾權杖 象徵就是法老給他的一個權利喔 好 再來是 Night of Wands 權杖騎士 所以這邊呢 是一個埃及的戰士 然後乘坐在這個 戰車上面喔 那這是一輛 雙輪的戰車 前方有馬屁拉著喔 那背後這邊呢 是人面獅神像 好 再來呢是 Queen of Wands 權杖皇后 這個權杖皇后呢 這個權杖皇后呢 住在宮殿裡頭 手上呢 握著是這個 中和型的權杖喔 然後它是 安卡十字架的造型 背後呢 有高手的金字塔喔 最後是 權杖國王 這個是 King of Wands 這是法老王 然後拿著這個 彎勾權杖 以及連架 然後雙手交叉 這個 常常可以在 那個名神 歐西里斯的 畫像啊 或雕像上 可以看到 那它的場景呢 跟權杖皇后 是一模一樣的喔 好 那作者呢 他有提到喔 就是這些 權杖牌組 為什麼他會跟 埃及國民 結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時這些埃及的王朝 他們有非常 系統化 結構化的這個 社會階層喔 然後他們的信仰啊 以及他們的建築 帶給了我們現代人 很多的啟發喔 同時呢 在這個 存杖牌組的 底下這個標示上面呢 它是 柏拉圖立方的正式面體 代表的是火 然後 然後 同樣啊 它的 右下方 對應的是 撲克牌的 花色梅花喔 接著我們看 下一個牌組 是 寶劍牌組 那這裡呢 在 存在之旅 塔羅牌當中 寶劍已經被換成了 日本的武士刀了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捲軸上面 它畫的是 生命之果 然後呢 這些連線 構成了代表 蜂元素的正八面體喔 那它也是 柏拉圖立方之一 同樣在這個標誌上面喔 這也是正八面體 那寶劍對應的 撲克牌花色呢 就是 黑桃 這是一把 非常鋒利的武士刀 好 接著我們來看 寶劍二 兩把武士刀交叉 然後呢 底下有象徵這個 不願意面對事實 不想看見的眼罩 然後中間這個 雙輪圈呢 就好像這兩把衝突的 武士刀產生的劍氣喔 好 接下來呢 是 寶劍三 喔 這個寶劍三好通喔 三把鋒利的武士刀呢 穿刺過一顆心臟 好 寶劍四 四把武士刀喔 他們並沒有出鞘 而是呢 都在這個 刀鞘裡頭 並且安置在牆上的架子上喔 然後在底下這個 榻榻米上面 有一個象徵時間的沙漏喔 那它是橫放的 就代表一種 時間禁止的概念喔 好 下一張呢 是寶劍五 Five of Swords 這是打鬥過後的畫面喔 桌上這邊有碎裂的容器 然後在門上呢 也有一些污漬 三把武士刀插在桌上喔 那另外兩把呢 則是在刀鞘裡頭 看來這個地方呢 我剛發生過非常激烈的競爭喔 好 下一張呢 是寶劍六 Five of Swords 好 這個寶劍六呢 有六把武士刀 整齊的排列在走廊上 那在這個門的背後呢 有個影子 看起來是武士的影子 他是否發生了一些事情 正打算要離開江湖呢 好 下一張是 Seven of Swords 寶劍七 這有七把武士刀 那跟前面的寶劍四不一樣的是 這些武士刀呢 他們都是出鞘的喔 然後他們被放在這個牆上的架子上 這裡有一隻老鼠喔 他必須要通過這些鋒利的武士刀 然後到最上方 去取得這個起司喔 那這是一段充滿了危險的旅程喔 那他必須要小心翼翼的 才能夠安全的取得這塊起司喔 下一張呢 是寶劍八 Eight of Swords 這上頭呢 有七把的寶劍 是被吊掛著的 那另外一把呢 是已經斷掉的武士刀喔 然後被擺在這個五斗櫃上面喔 那這七把武士刀呢 他是否也會遭受到 跟這把斷掉的武士刀同樣的命運呢 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喔 因為其實綁著他們的這個繩子啊 有一部分其實是綁在刀鋒上的 這繩子可以輕易的被割開喔 接著呢 是Eight of Swords 寶劍九 這裡有一個古代的日本武士 不過這看起來只是要盔甲喔 然後在盔甲的背後呢 有八把出鞘的武士刀 那有一把呢 刀尖插在這個榻榻米上 那這裡有一個恐怖的面具喔 身在江湖人不由己啊 出來混總是有可能挨那麼一刀喔 那即便是在一個英勇的武士內心呢 也是會有一塊害怕擔憂的鬼影喔 最後一張Tent of Swords 十把武士刀呢 他們就插在這個榻榻米上面喔 然後這裡充滿了血跡 這看來呢 剛剛經過了一陣打鬥喔 然後在榻榻米上面的血跡呢 還化成了那個震霸面體 我們雖然看不到屍體 不過呢 這裡有一個武士的影子喔 它就像被十把武士刀插在身上的樣子喔 那這可能是一個痛苦的死亡 也可以是一種解脫喔 好 接著是Nave of Swords 寶劍試者 這個試者呢 他吹奏的樂器 腰間上呢 佩戴著一把武士刀 悠閒的坐在大樹下 好 接下來呢 是Nave of Swords 寶劍騎士 這個是一位女武士喔 他騎在馬上 不過這個場景看起來比較像是那個 中國的萬里長城 然而這是一位日本武士沒有錯喔 再來呢 這個是 Queen of Swords 寶劍皇后 這位皇后呢 她拿著武士刀 然後坐在寶座上喔 那她的椅背上呢 這是生命之國 我覺得這個造型已經有點 好像偏宗師喔 不過這個髮型 是比較像日式的喔 好 最後一張呢 這個是 King of Swords 寶劍國王 那這應該就是 日本天皇喔 那她的武士刀是出鞘的 不像那個皇后呢 只有拉出來一點點 那他們兩個人的場景也是一樣的喔 不同的地方是在於說 國王的椅背上呢 還有代表風的這個正八面體喔 那作者呢 會把寶劍跟日本的武士連結在一起 最主要是因為她認為呢 日本武士他們有一個非常堅毅的心 鋒利的就像那個武士刀 卡塔拿斯一樣喔 所以呢 就以武士這樣剛強的思想跟意志喔 就跟寶劍連結在一起 好 最後呢 這個是金幣牌組喔 這是Ace of Pentacles 然後在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阿茲特克文明的那個雕刻喔 然後這一樣是有無盲星的金幣 在編號的地方呢 好 這邊作者用的是正六面體 代表土元素的柏拉圖立方 然後它對應的布克牌花色呢 是方塊 因為是土元素啊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植物喔 好 金幣2 Tee of Pentacles 兩枚金幣呢 放在這個天秤上面喔 這個天秤呢 它是在一個阿茲特克文明的雕像上喔 天秤呢 代表的就是那個 全橫選擇的異位喔 好 下一張是金幣3 Tee of Pentacles 這個金幣3 它的金幣呢 有兩個是箱在牆壁上 但另外一個卻是掉落的喔 那這個金幣它 它比較像是那種齒輪的造型 彼此牽動 然後彼此運作 可是有一個呢 它可能不堪負荷 掉了下來 所以這個畫面整個看起來就是 既是一個合作 可是卻又是帶有不協調的意味在喔 好 金幣4 4Tee of Pentacles 這個四枚金幣呢 被擺在這個石椅上面喔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成就的地方 長滿了一些青苔啊 還有藤蔓植物 那這個金幣呢 是完全被那個藤蔓糾纏著的喔 動彈不得 那我們說滾石不生苔嘛 那不流動的金幣 其實可能是沒有價值的喔 除了守財之外呢 我覺得這個畫面也給我守舊的感覺喔 好 接著是5 of Pentacles 哇 這五枚金幣呢 即將要掉入這個深淵裡頭喔 然後隨著這個光線呢 這些金幣就慢慢的要看不見了 一個錢財損失的畫面 接著我們看這個是金幣6 6 of Pentacles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女神的雕像喔 然後從這個女神的肚子當中 就是跑出了金幣 不僅跑出來是金幣之外呢 它有成熟的這個可可豆喔 那中能美中那個地方喔 也是盛產可可豆的地方 它就是用來製造巧克力最主要的原料 所以這個是自然的正理喔 接下來是7 of Pentacles 金幣7 這個金幣7呢 是種下的那個可可豆 長成了樹 不過呢 這個樹上結的這些可可豆呢 它們還沒有成熟 需要時間的醞釀 以及耐心的培育跟等待喔 再來是8 of Pentacles 金幣8 金幣8 我們這邊呢 不只看到一棵已經長滿了可可豆的樹 同時呢 在這後面 也開始長出了可可苗喔 那在這個 辛勤努力後呢 將來一定會有 非常瘋慘的可可豆喔 好再來是9 of Pentacles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阿兹特克文明喔 非常著名的太陽羅盤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馬雅利喔 那它記載了幾個王朝的輪替 那在這個輪盤的背後呢 有非常豐盛的農作物喔 看起來是像古類 可能是稻穗啊 或者是玉米等等的 非常豐碩的一個畫面喔 好 最後面呢 這個是10 of Pentacles 這是金幣10 這應該就是阿兹特克文明的太陽神了喔 阿兹特克呢 他們是一個祭拜太陽的民族 因為太陽的關係呢 所以大地的萬物喔 才能夠生長 然後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收成的可可豆 然後這個太陽神的雕像呢 金幣輝煌喔 那這也是財富的最巔峰的象征喔 好 接著是 Nave of Pentacles 金幣試者 好 那這位女士呢 站在這個可可樹下喔 然後呢 手指著這個成長茁壯的可可樹 她腰間上呢 有佩戴一枚金幣 好 Nine of Pentacles 金幣騎士 那她的造型就 非常的那個印第安人的樣子 並且她是騎在一頭美洲豹的背上 這也太酷了吧 好 接著是 Queen of Pentacles 金幣皇后 坐在這個金幣打造的這個王座上 然後呢 背後是非常豐盛的繁榮景象喔 那我想她跟國王的場景應該也是一樣吧 對 沒錯 這是阿茲特克 瑪雅文明的國王喔 那在存在之與塔羅牌當中 我們看到的每一組國王跟皇后 其實都是在同樣的場景 只是換了人物角色喔 而作者會把金幣牌組跟阿茲特克文明連結在一起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民族與自然啊 土地還有礦石的連結非常深 我們在許多的金幣上面有看到這些寶石喔 那同時我們剛剛也看到很多的可可樹可可豆 這些物產 所以作者呢 他所描繪的就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的這些阿茲特克的人民喔 好 那我們就把存在之旅塔羅牌呢 整個看完了喔 存在之旅塔羅牌呢 它是一副非常好推 非常好洗的牌卡 不過就如一開始我跟大家所說的喔 就是它的紙質喔 是非常容易留下指紋的那種 而且我想髒污啊一些什麼其實都容易沾上 因為它是那種亮面光滑的銅板紙 不過這個部分呢 我已經有跟作者聯繫過了喔 它會換成那種亞光的銅板紙 那存在之旅呢 是一副顏色非常的漂亮 然後非常飽和的牌卡 它充滿了多元的文化跟明珠喔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地方 雖然呢它的牌背沒有辦法讓我們讀正逆味 不過呢 其實我想剛剛我們這樣看過一遍 各位也可以明白 在存在之旅塔羅牌的構圖上 它其實已經把每一張牌卡的正面的意義跟負面的意義都呈現出來了喔 所以對於如果你是只有讀正位的讀牌師來說 或者是經驗比較豐富的讀牌師 其實讀起來我想還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一個有經驗的讀牌者都能夠明白喔 在解讀牌卡當中呢 其實正位也包含了逆味的提醒 那逆味呢 也包含了正位的正向鼓勵喔 能量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藍色 整副那個存在之旅塔羅牌 它就是一個藍色系的設計喔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那各位朋友你對存在之旅塔羅牌有什麼樣的看法或感想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我們存在之旅塔羅牌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 那如果說你看到這裡覺得我的影片不錯的話呢 那歡迎你幫我點個讚喔 如果說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趕快按下右下角這個訂閱按鈕 並且呢把我的影片分享給你的家人還有朋友 非常非常感謝你的收看喔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starred在賢視 5-6-7-21-12-1-16-1-17-2-3-2-3-3-4-3-3-6-3-3-6-3-3-1-4-3-4-2-3-4-6-2-3-3-3-4-3-4-2-4-3-4-4-2-4-3-4-4-3-3-4-5-1-4-4-4-3-4-3-4-4-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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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3-4-4-4-3-4-4-4-3-4-4-4-5-4-4-4-5-4-4-5-4-4-3-4-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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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